因果规律到底有多可怕 有一天王阳明正在讲课 突然有一老汉冲进会场 说王师傅你救救我吧 王阳明说怎么了老汉 你说我妻子生病了 我想把地卖给你 我没有钱 我要卖这个地 然后拿这个钱给他治病 王阳明说老人家 你把地卖给我了 你夏年吃啥呢 没事 我这里有五十两 你就拿着去花吧 不用花了 然后这个老汉很开心啊 给王阳明磕了个头就走了 王阳明也没当回事 继续讲课 讲完课以后 就带着弟子去郊游 走着走着就突然看到一块 非常漂亮的一个风水宝地 那王阳明得到这 那瞬间就感受到 这个地的能量场了 王阳明就说了 如果下次讲课在这 种排竹子 种个竹林 咱在这讲课 这地好啊 王阳明刚讲完这句话 有一个弟子就说了一句话 师傅 这块地就是那个老汉 要卖一的地你没要 当他讲到这以后 王阳明狭意似的 唉 安了口气 然后王阳明马上 盘土打坐 种弟子大方不解啊 师傅师傅要开市场 咱也不敢问 在旁边呆的吧 打坐打了一刻钟 王阳明起身 向那个老汉的那个位置 身居三宫 居完宫以后 种弟子还是没理解 啥意思啊 就有一个弟子问他 说师傅咋了 咋突然打坐了呢 王阳明说 为师看到这块地 其实也没有想要的意思 但是当你们讲到 这块地就是老汉 要卖给我那个地的时候 我下意识的就叹了口气 当时生起一念 早知道要了该多好 还记得昨天我给你们讲 王阳明讲的知行合一吗 知道并且做到 这是最初级的意思 知就是行 行就是知 一念起 即为行 我再说一遍 我们人的肉身 是活在三维世界 但是我们的思维意识 是可以在无限维穿梭 换句话讲 我们的思维意识 一定是在思维 在高维 而在高维空间 你一念起 其实就已经 做了个动作了 一念起 即为行 当你生起一个恶念 在另外一个空间 其实你已经行动了 已经产生了一个不好的结果了 很多人说 老师 他只是起了一念 怎么会起个恶果呢 我想问你们个问题 当王阳明 看到那块地 起了一声 起了一声 然后掉头走了 有没有可能 被一个明眼的弟子看到 老师想要这块地 马上找老老头 把地要过来 不要哪怕给你抢过来 也给你抢过来 有没有在那可能性 你告诉我 有啊 当然有了 是有的 王阳明的人生 那就是开了外挂的人生 你晓得吧 一伙三贼 在隔壁县城抢劫 杀人无数 这个县官 听完以后就觉得 哇太痛苦了 就问王阳明了 王师傅 这该咋弄啊 刚好是在我辖区 我得负责呀 王阳明说 这事太简单了 你交给我吧 就王阳明就去了 单身一人 到土匪窝 把土匪窝情况一了解 给土匪写了一封书信 刷刷刷刷刷刷刷 写完书信以后 把这个书信以后 三上一递 那个三代网 看完那封信啊 早上看一遍 巴达巴达掉眼泪 中午又看一遍 巴达巴达掉眼泪 晚上又看一遍 巴达巴达掉眼泪 第二天下山投降 哇 那个县官发现 王阳明这么厉害 这里还有块土匪 王阳明就变成 知福土匪的了 你知道吧 王阳明说行 我去吧 了解情况 写封书信 第二个又投降 第三个又投降 第四个又投降 然后王阳明的名声 越来越大 在整个县城 整个省城 都知道了王阳明 整个省城最 这个杀人越货 最多的八个山头 这是九宫不下 朝廷就 给了王阳明 两千兵马 让他去收复 这八个山头 王阳明就去了 还是一样 写了八封书信 第二天 就七个人就投降了 还有一个没投降 很多人可能会好奇 那王阳明讲啥了 咱一看信就投降了 很简单 就是跟他谈心 就是跟他讲心里话 看王阳明先生 给你写的信 你有一种感觉 就是阳明先生的 那双温暖的手 在穿过你的肉体 抚摸你的灵魂 就讲全你心里话 亲爱的张大勇 土匪先生 你好 我是王阳明 我刚刚得知了你的故事 我对你佩服的五体头顶 你太不容易了兄弟 就得罪的贪官污吏 到最后被迫 上山当土匪 一年都不能跟自己的妻子相遇 躲在深山老林 你太痛苦了 我太通行你了 我跟你说的事 这个朝廷派我来收响你 让我进攻你 说实话 我真欲行不人 你这样吧 你下山 你下山归响我 我跟你在朝廷里 谋个一官半职 你以前的所有的罪状 全给你一笔无销 还能给你谋个官职 当然了 你也可以跟他不投降 你不投降 我没办法 我只能去打你 我要去打你的话 我有七种方法 可以杀死你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 第三种 第四种 第五种 第六种 第七种 就那个土匪 看上半部感觉很亲切 看到下半部越看心越冷 你知道吧 发现跟这种对手打 绝对必死无疑 马上投降 七八个土匪 七个土匪投降了 还有一个 那七个土匪就来了呀 见到王阳明了 王阳明请他们喝酒 喝完以后 王阳明就说了 你们这七个三大王 是想让我给你们朝廷 请个大功 还是请个小功 那王公 你能不能请个大功啊 这样吧 你们光下来投降 没有什么功 刚好有一个土匪 他不投降 你们把他灭了 我就给你请个大功 七个土匪 马上联合 把那个土匪瞬间灭掉 从此以后 就只要是有土匪的地方 就是王阳明 从贵阳到广西 到湖南 到湖北 就王阳明绞匪记 那这个地方 就王阳明厉害到什么程度啊 话说有这么一天 宁王造反 宁王造反 三十万大军造反啊 这个案件当时在明朝轰动一时啊 连唐波虎都牵涉其中嘛 王阳明一看 宁王在我手下造反 虽然我没有国家的将领 但是如果不去搅他 百姓将会生灵土炭 然后王阳明就带兵去搅 王阳明去都没去 直接排兵不认 来你们去吧 王阳明继续讲学 他的弟子们都在台下听课 都听不进去了 你知道吗 师傅 你让两万民兵去搅三十万的宁王 这不以乱及时吗 能行吗 王阳明说什么情况 好好上课 跟你有关系吗 好好上课 弟子们上不了课呀 早急呀 到底赢了还是输了 王阳明说你在跟我学什么学 心学 什么是心学 心学修心 把心修成什么 如如不动 这才叫心学 此时不休 都在何时啊 我都不知道你到底是啥 我如果输了 宁王来了 你们投降便是 我如果输了 我全家老小的性命 全没了 我都不知道你知道啥 这叫泰山崩于田 面不改色 不是装逼装出来的 是真的面不改色 三天以后 副官来报 在王阳明耳朵旁边 啊啊啊 说了两句 王阳明面无任何表情啊 早都喜怒不形于色了 挥手 别想我讲课 就讲课 宁弟子这个时候着急了 师父你告诉我 到底什么情况 王阳明说你们这些人 学的都不到家啊 什么情况 此时不休 生在何时啊 修你们那刻如如不动之心啊 生意何宽 死意何苦啊 看如果不讲 那学生们都不好上上课了 王阳明说了 宁王已被我降服 大功一剑啊 朋友们 三十万的一个王爷造反 开玩笑 那不是大功一剑吗 宁弟子 把酒言欢啊 开始庆祝我 那么老师这一次 那个皇帝叫朱后照 是个明朝第一奇法皇帝 不想当皇帝 只想当将军 只想带兵打仗 当他听说 他的皇叔造反了 给他哥们开心坏了 终于可以出秦城了 自己给自己封了个大将军 剿匪大元帅 刚刚领部队出了北京 结果一封战书跑过来 说宁王被一个叫 王阳明的降服了 给皇帝气坏了 王阳明是谁 王阳明是谁 谁让他打我书的 给他下个诏书 让他把我书 我放了 我要跟我书再来一讲 给王阳明下了个诏书 把王阳明痛骂一顿 然后各种王阳明 马上给我宁王放掉 我要跟他再来一讲 好不容易我摩拳擦掌 等这个机会等了三十年了 我没出过京城 来说的各位 如果这是哥你身上 哥哥都给你气死了吧 啊 平乱呐 这是不是功勋呐 没有对你任何奖励 还把你凑屌一顿 这个时候 他的弟子都气坏了 脾气不好 都当场气晕一个 王阳明说 没事 来面带微笑 来我给皇帝上个奏则来 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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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 奏章一上 皇帝就下旨 不用放宁王了 给宁王 压戒上京 这个案件就结束了 众帝子大祸不解 师父你太牛了 皇帝你能搞定啊 你写啥了 那你说很简单啊 我就写皇帝陛下 哪是我脚的肥 我就打出你的旗号 说皇帝陛下 要御驾行程 宁王就降了 他是冲着你降的 不是冲我降的 跟我没关系啊 我现在把他放到 他不还要降吗 然后讲到这儿以后 众帝子就说了 师父你 你教我们当圣人 你的拍马屁 你这 王安明说 正人行邪法 邪法一正 邪人行正法 正法一邪 为父如果不这么干 真的把宁王放了 三十万人马 跟皇帝陛下干 多少百姓将会生灵涂炭 你懂个屁 好好学习 继续讲学 这辈子 他没有高官后路 但是他一辈子 走在剿匪的路上 打仗 立功立德立言 被称为我们中华 千古第一圣人 那不是个牛逼的 智学制到第一名 文武韬略 制到第一名 那不是开玩笑的 那不是开玩笑 出书讲学 讲到第一名 而且王阳明就死在了 剿匪的路上 直到自己大县将至 跟大徒弟说 咱不剿匪了 剿啥匪 回家 死了 我准备一下后世 然后就到家了 到家以后 就是交代后世 众帝子就问他 师父 你再给我们讲讲吧 你还有什么没有传的 传我们 王阳明说 全给你们讲完了 还要学什么 非要学呀 师父 你说 还有什么 师父说 最后一句 死心光明 亦附和言 只要你能够 保持一颗光明之心 什么都不用说了 结束了 你的人生已经成了 死心光明 亦附和言 师父 你什么后世要交代 师父说 我只有一件事 我死以后 不准白布遮面 大家都知道 咱中国老传统 死了以后 是不是要拿个白布板 把脸遮住 为啥拿白布板 脸遮住 你知道不 这辈子干了太多亏心 对不起老天爷知道不 无言面对老天爷 知道不 对 网民说了 不会白布遮面 众帝大祸不解 也不敢违抗使命的 然后就这么干了 然后后来 他还不知道 大师兄从 这个战场下来 给师父 给师父写晚年 大师父在晚年上 写了一句话 大家全明白了 为什么 师父会这么干 那种晚年写的很牛逼 自信 平生 无愧是 死后分改 对青天 就是咱师父 已经自信到 他这辈子 做的所有的事 对得起天下 黎明百姓 没有做过一件亏心事 所以死后方干 对青天 太牛逼了 你以为故事结束了吗 王阳明死后两年 广东闹土匪 广东那个时候 通信不发达 他也不知道 王阳明死了 广东的这个总督 怎么样剿匪 都剿不下来 就突然想起了 他的朋友是江西总督 就跟江西总督说 你当年王阳明 剿匪那封信 能不能拿过来 给我试试 就把那封信抄一抄 那个土匪的名字 改一改 寄给了广东的土匪 广东的土匪 一看这封信 一听王阳明 直接来详 他都不知道 王阳明已经死了两年了 土匪 本来的